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搅动风云的罪魁祸首就是儿媳妇 黄女士要求儿子离婚 她认为儿子变成了七管炎 可是在儿媳妇的眼里 小黄曾经却是一个十足的妈宝男 在我老婆眼里叫妈宝男 结婚前都是这样 我是世事都顺从她的一个孝顺的小孩 那么婚前的妈宝男是如何在婚后变成七管炎的呢 为什么观察员会给出这样的评价 强势的儿媳和强势的婆婆在一起 我分明看到了小黄在两个格外有力量的女人当中被撕扯 最终夹缝中生存的儿子将如何找回自己的主动权 这个家是我说了算 不是你说了算 她的婚姻又该何去何从 非要叫我马上拿出个结果 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离婚就是好好过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刘月鑫 欢迎刘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坐在场上的是母子二人 场下还有父亲 妈妈黄女士 儿子我们就称呼小黄 还有父亲黄先生 一家三口是要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我的诉求就是想挽回我的婚姻 我的婚姻呢 目前快就是分奔离析了 无论是我父母也好 还是我老婆这边也好 都对我这段婚姻呢 抱着消极的态度 挽回你的婚姻 为什么是跟父母来调解 他们态度是不想挽回 叫我趁早断掉 折腾了这么两三年了 我没办法支持她的婚姻 希望他们离婚 她的婚姻 可不可以交给她自己做主 她做不了主托到这一年多了 折腾到我们父母亲 真的没办法过的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婆媳矛盾 儿子结婚才两年 母亲黄女士就逼着她离婚 黄女士和儿媳妇之间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个儿媳妇当初还是黄女士 亲自给小黄挑选的 原来黄女士和丈夫是福建人 多年来在上海打拼 挣下了丰厚的家业 两年前 儿子小黄美国留学归来后 黄女士便张罗着 给儿子找媳妇 而且她找儿媳妇的条件 必须是老家福建的姑娘 上海小姑娘太娇气了 老家逃 实实在在 就是说我们逃过来 就是到我们上海来 惊人多方介绍 黄女士终于从福建老家 相中了一个令她满意的儿媳妇 可没想到的是 儿媳妇娶进家门后 一句玩笑话 却引发了一场家庭大战 我妈和我 还有我老婆刚刚吃完饭 那么看看电视啊什么的 那我爸呢正巧回来了 我老婆她呢 她就这样子 就搭在我爸肩上 就是说 老爸我们一起出去鬼混吧 开玩笑的话 大家到外面去走走 散散步啊 这样子 我老婆呢 她是大打咧咧的 说话的这种习惯呢 可能我父母呢 她一时半会儿没有接受 从这个事情开始造成误会的 我母亲说她行为不检点 后面发生了一件 很严重的事情 严重破坏了两家人的 这种联系沟通 事情起因呢 由我父母吵架打架引起的 是因为什么原因吵架 我们当时也不清楚 他们的夫妻矛盾 对 然后我母亲呢 她就是在 在这两家人 这个一个群里边 包括我岳父岳母 我老婆 我爸我妈 在这个群里边 大骂我 我父亲 说她畜生啊 怎么样子 也说 我老婆好像跟我爸 是有关系 我岳父岳母听到了 我老婆也听到了 然后这个事情就闹大了 闹大了以后 我老婆她就想离婚的 接受不了 刚刚嫁进门 就被这样子说 我儿子讲的都是谎言的 没有这么回事 我没有说我媳妇 要去告诉我老公 根本没有这么回事 我媳妇呢 就回来了 就是把她 爸爸 我带你去鬼坟去 她接她电话 她就说 爸爸 我知道你太嫌我了 你说都是胡说八道的 我老公 你是觉得这种方式 是很不对的是吗 对 我是老公 我说你这个媳妇给你 那个都要一个封冲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在那个群里头 尤其是亲家母 她根本 她老在连着 不在群里面 就我 她老婆 我们四个人的群子 就算她 你问我老公 就哪怕没有亲家母 儿媳妇也在 儿子也在的 对不对 那你发到这个群里 是想发给谁看呢 想告诉他们什么 我就是骂我老公 后面我就给她说 我说媳妇 我不是怪你 我是你爸爸打我 我给她打生气了 有没有牵扯到 刚才儿子说的那种意思 有没有 有牵扯 为什么讲这句话呀 她刚过来 说句心里话 我非常珍惜 给我儿子好好过 但是你一进来 就叫我们全力 全部交给她 我不肯 她就叫我一个人出去 到外面去住 到另外一套房子去住 我想想你刚刚过来 你有什么权利 叫我出来去住 所以你心里的结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对 叫我一个人搬出去住 针对你一个人吗 对 针对我一个人 你问我儿子 有没有这么回事 我父母 他们一直争吵几十年 我父亲呢 在我们两个人面 也诉过苦 我说想让他们分开 冷静一下 让我妈搬出去住 这个话是我自己说的话 然后这个话呢 可能是我老婆说了 可能说给我爸听了 我爸听呢 他可能又说给我妈听了 就你针对他们这个状况 你觉得不如干脆 让妈妈一个人出去住一下 母亲认为是儿媳妇 让她搬出去 对 我不能接受 你坚定地认为 是儿媳的意思 对 你想想一个儿媳妇 她刚刚嫁进门 她凭什么无缘无故 要你去搬到外面 虽然儿子做出了解释 但黄女士根本就不信 在她看来 儿子不过是为儿媳妇 揽责任 儿媳妇不知分寸 一进门 就想要把她赶出家门 无异于挑战了 她这个婆婆的权威 而对于小黄来说 妻子不过是无心之言 没想到会招来母亲的不满 而更让她想不到的是 母亲居然开始为难妻子 我做两份工 一个自己开药店 另外一个地方我在邮局上班 有一次我老婆她发烧 那天早上我让她多休息 她生病了 我母亲嘛 我就跟她说 就我老婆她不舒服 我让她多睡一会儿 睡完我就出门了 就去店面了 结果我没到一会儿 没到五分钟 我老婆就过来了 我问她 我不是让你休息吗 我老婆就跟我说 是你母亲说 叫我给你烧饭呢 那我就说那好吧 那你就在店里边 多休息一会儿 那生意怎么样子都无所谓 大概半个小时 我就赶紧去邮局上班了 我在上班的时候 我也看监控嘛 因为我担心我老婆身体 后面我母亲呢 她送吃的来 我就听到我母亲说 我就知道你身体是不好的 我母亲的语气是很生硬的 我就知道你身体是不好的 这种事情让我老婆 联想到什么呢 怀疑我老婆身体不好 不是能正常生育的那种 那是我跟你说 还是你老婆说的 你跟我说的 我记得起立足处 我记得起立足处 你不要谎言谎言 我有说这句话 我没有撒谎 就这样都是谎言谎言 我不能接受的就这一点 我觉得她整个人 给她老婆控制了 就是她老婆的作用 你听妻子的 怎么都好 然后就是你夫妻 要正常生活 正常一起过 你能接受她听妻子 但是这个妻子的想法 应该要是正常的才行 对 一而再再而三 我看下来 就是谎言谎语 很多很多 她也叫我儿子不要回来 就在店面住 不让她回来 不回来了 意思就是困制我们 不要到店面 给我儿子接触 给她讲话 都给她报告 给她听 我两边为难 一边我母亲这边 不让步 一边我老婆这边 不回来 然后矛盾越来越深 我说大家先冷静冷静 我母亲非要叫我表态 非要叫我马上 拿出个结果 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离婚 就是好好过 她是闹到店里 我店里是做生意的 然后她跟我说这些 我就很 我自己脾气也不好 烧火了我就跟她 在店里吵了 所以到底是你自己觉得 应该是这么处理呢 还是真的 她有给你造成一定影响 改变了你呢 有影响到我 这都是儿子又过来 指挥她 看到妻子在母亲那里 受了很多委屈 为了避免妻子再受伤害 小黄听取了妻子的意见 从此住在药店 不回父母家了 而这在黄女士看来 却是媳妇在挑唆 她们母子的关系 要把儿子从她的身边抢走 看到儿子逐渐变成七管炎 黄女士几番思量之后 决定改变策略 主动缓和和儿媳妇的关系 去药店给儿媳妇送饭 可是对于她的这一番心意 儿媳妇不但不领情 反而指责她别有用心 欢迎收看江西费时经牌调节 我们节目继续 七月份八月份 我写了她中午一个人在那里 等会一个人懒得烧 我顺利过去给她吃 我也就拎过去了就走了 她就给我儿子说 我过去骚扰她 就这样都是谎言谎言 你以前也会给儿子送吗 有 因为她有几次肠胃炎 很严重的 就是三餐没有吃好 才会肠胃炎 你不放心她 对 然后我有的时候看她 卫生一塌糊涂也没打扫 我过去给她打扫 最后她就骂她 骂我儿子 一个妈妈都管不住 你还算什么男人 然后我送过去就报警 说我去骚扰她 就叫警察来赶我 我有的门口都没进去 都这样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送 去给她们打扫卫生呢 作为母亲来说 心疼儿子没得吃 我是跟她说过好几次 好心办坏事 糟老的话 也是起因源于 我前面说的 我父母他们吵架 自从那次吵完架以后 我母亲就认为 我老婆是要抢班夺权 不放心的 你表现在脸上也就算了 她语言上也直接表达出来 直接当着我老婆的面 就是说 这个家是我说了算 不是你说了算 给我老婆就感觉就是 不是把她当一家人 就感觉就是把她 默认成敌人了 然后是我母亲是有什么行为呢 她就每天基本上 就跑到店里 就是来看我老婆在不在 因为我自己店面是有监控的 我看到我母亲 每天都跑到店里 去看一下 没有必要 反而让人会容易产生误解 送吃的呢 我老婆这边根本没有说什么怨言 我结婚前呢 我母亲给我送饭 那时候我确实是没时间烧饭 因为整个店面打理呢 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 她给我送饭呢 我也是很感激的 但是呢 结婚之后就不一样了 我们年轻人有手有脚 有自己的收入 我们就是自己可以烧 自己喜欢吃什么 烧什么 就是结婚以后 对 你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你这么 我需要你做多余的事情 王女士 有没有想过他们不需要 这个没有去想 没有去想 我就只能想到我尽我的心 但是他们要不要 他们惜不希望你这么做 你有问过他们吗 没有问过 他也没说过这个事情 我跟他表达过 他没有放在心里 往心里去 打扫卫生 我自己其实也是 偏爱干净的一个人 我基本上会隔个几天 我会去打扫卫生 但不是说像我母亲一样 天天去打扫 她觉得我是忙得忙不过来 她觉得我过这么惨 但其实我并不需要 母亲认为她对你的好 反而成了你的负担 甚至是成为矛盾 对 你刚才说是你这么想 那为什么她不是 对你有意见 是对你老婆有意见 我对我妻子呢 态度是很顺从的 万事很顺从 所以说在别人眼里 我就是妻管言 她认为这些 我跟她提的意见 都是我老婆 唆使我跟我母亲提的 在我母亲眼里 我是没有主见的一个人 我是没有想法的一个人 就结婚前都是这样子 我是事事都顺从 她的一个孝顺的小孩 在我老婆眼里 叫妈宝男 因为就一个小孩 你说做母亲的 不疼爱自己儿子 那是假的 我们做父母的 能搬了几点 妻子疼爱她 爱护这个家 我都不会去 我肯定放心让她去 那你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有人能代替我们父母 去照顾她 我们就可以接受 作为男人的话 谁不希望有一个 温柔体贴的老婆 来照顾自己 但是现实来说 我哪怕是不结婚 我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也是需要 自己会照顾自己 这是你自己 自我意识的觉醒还是 这是我老早就有觉醒的 但是她一直没有放在心里 她觉得我跟她是在撒娇 曾经的妈宝男 婚后开始有了独立的意识 但是这在母亲黄女士眼里 却是儿子忤逆父母的开始 而之所以儿子会变成这样 那都是儿媳妇教的 黄女士害怕事情 一发不可收拾 从此彻底失去儿子 她想要把儿子拉回正轨 但是另一边的儿媳妇 却不能容忍婆婆 时不时就来干涉 她的婚姻生活 因此婆媳之前 争吵不断 儿媳妇常常气得回娘家 起初半个月了回来 半个月在这里 这头两个月 后面就两个多月回来 一次几天就走 回来得越来越少 回来越来越少了 快到年龄了 就凑到一起 一共就有两个多月的 时间在我们家 过年的时候就不回来 就回去一个多月了 都不回来 我打电话三十万晚上 我打电话给她 我说你怎么今天三十万呢 还不回来过年 一家人团圆过年嘛 正常情况下 不是应该让儿子去问她 我也问过 让她们去沟通吗 那儿子就不懂了 她就借口说她工作忙 工作忙 她说的不是实际上 17年10月份到18年的8月份 基本上都是有回来的 你怎么看你妻子 回来得越来越少 到最后根本就不愿意回来了 从头到尾 其实就是我父母 这个外因 插手我的婚姻太多 虽然说家庭矛盾重重 但是她还是经过多方劝解的话 回来 确实有过 比如说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固定时间段回来 但会出现这个原因 是因为大家发生了矛盾 对 没有远备的不回来 这次从8月25号 我还送上上车 我说你早点回来 家里还有个店 我们出来没给她吵过架 回去了不回来了 不回来这个原因在哪里 这种不回来 或者说回来的少了 会让你觉得越来越不安是吗 我忘过了 叫我儿子一起去 他不去不带我去 儿子说我的婚姻的问题 不要你们管 我就是说这肯定里面有问题 他越不解释 你越觉得有问题 你还是不相信他能解决 是吗 小黄你为什么你妈妈对你这么不放心 我还是说了 妈宝呢 从小到大 读书到工作 都有依赖于我父母 我母亲呢 她是比较好强的一个人 里里外外都是她操持 我处理了家里那么多事情 这才叫有本事 这才叫能独立 而我在她眼里边 我是什么都不会的一个人 我结婚的话 也是这样子 就我这个年龄 如果抛开我父母 如果说单靠我自己 去买房子 是不现实的 所以父母看到的是一个 你既离不开我们 可是你又不想 让我们去管你的 这样一个状态 我妻子她说她从小 就是很独立的一个人 她爸妈从小都是做生意的 离开她身边的 她也很不适应 你们家里的这种相处模式 对 她不适应 她的自主意识是很强的 儿子小黄坦诚 自己无法独立 但是受妻子的影响 她的内心渴望独立 她希望父母 可以让她自己去解决婚姻问题 可是母亲黄女士 却不愿撒手 因为她看到儿媳妇 常年不回来 儿子却迟迟拿不出解决办法 这让她很着急 她要求儿子直接去离婚 不要一拖再拖 奈何儿子就是不肯 看到这种僵持的局面 调解员刘月新 分别给了母子二人一张纸 上面有一道题目 每个人就自己的问题 选出排在前三位的答案 那么调解员到底提出了什么问题呢 黄家母子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我们节目继续 我提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 我现在给你们揭示一下答案 这张是儿子提给妈妈的希望 希望妈妈调整几个问题 希望母亲不要大包大揽 我生活当中所有的事 第二点 希望母亲要爱我之所爱 接受我之所接受 尊重我的选择 第三点 去和我的父亲 过一次退休后的旅行生活 这张是妈妈对儿子提的希望 第一点 希望你儿子要相信 妈妈不会害你 第二 希望你能放手这段婚姻 第三点 希望儿子有所改变 好了 各位观察员老师 也听明白了 他们对各自的希望值 他们的关注点 那么咱下一步再聊一聊 在明确母子二人 此刻的具体想法之后 观察员们会有什么看法呢 对于儿子的婚姻 他们会给出什么建议呢 父母在孩子的婚姻里面 他应该担当一个什么角色 我个人的观点是 巧作为 比多作为要好 不作为要比乱作为要好 反过来 孩子在父母的婚姻关系里面 同样如此 你去多作为的话 就很容易被染上这种干涉的嫌疑 有一些会变成乱作为 巧作为是什么意思呢 在关键的时候 我来发挥点作用 黄女士 比如说你对孩子的婚姻的担心 对这个媳妇的有很多些看法 不信任 可能有你的客观存在的这种感受在 但是呢 就是你在做法上 这个分寸的把握 真的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会让他们会觉得 你在干涉他们 这就是 你还没有充分地去尊重孩子的 他婚姻的这种自主性 你可能还没有从孩子没有结婚的那种状态 过渡到孩子已经结婚的这个事实当中来 不管这个媳妇存在什么样多少问题 那么做父母的可能都要把握好这个分寸 即使你对这个媳妇有意见 那么你可以跟儿子私下沟通 也不要就是直接去面对媳妇 不要这种大明大放的 不管是从表情 从语言 还是从行为当中去表现出来 除非是很明显的这个媳妇的大问题 大家都眼睛看得到的 当然你可以直接站出来说 同样的小黄 你们其实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父母的感情这么多年来 朝朝闹闹过来的 你们心里有想法 心里也有看法 但是你的做法是什么 你把这种看法传递给了你媳妇 然后你老婆反而乱作为 不管是你的意思还是她的意思 表现出来要妈妈搬出去 这个说法真的是非常的不合适 这也是一种干涉 父母的婚姻有父母婚姻的问题 但是作为小辈的 作为孩子来讲的话 你不能随便去干涉 反而应该去关系 在他们比较难过的时候 孩子应该起这个作用 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什么 你爱人 她真的挺自我的 她是有点自我 也是把跟这个对婆婆的看法 意见也是这么不加掩饰的 就表现出来了 包括所谓的有些语言的 这个什么开玩笑 在中国的传统的角度来讲的话 特别是你们父母 这老一辈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玩笑确实是不太合适 没考虑到老人家的接受程度 对 包括讲妈宝男的问题 我也提一下 我觉得作为孩子来讲的话 既然对父母有依赖 那么就要对父母在 就尊敬老长辈的这个 的基础上 还要多一份尊重 作为你老婆来讲的话 既然嫁给了你 那么也得尊重 你跟你父母这种关系的这个现实 就不能非常强硬的要求你所谓的独立 除非你自己真正能独立 我认同 阿姨 是不是感觉自己失去了儿子 对 我觉得阿姨呢是一个 很没有安全感 不自信 而且控制欲 很强的一位母亲 可能您这一辈子 都在尝试去抓住什么 比如抓住老公 抓住孩子 抓住房子 好像要把这些紧紧地 攥在手里 您才觉得您有安全感 可是阿姨 攥得越紧 往往失去的越多 您也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太激动 太紧张了 太怕失去了 所以您主动 跑去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之前你说帮儿媳和儿子做家务 给儿媳送饭 操持他们的生活中小事 大事 您这样做 会让儿媳呢感觉到 您根本不是来帮忙的 您是来宣示主权的 所以说产生了一系列的误会 我相信您很爱这个儿子 很爱您的家庭 我也相信一上来 你对这个儿媳 心中也是充满了爱的 但是您也 掺杂了无法宣知于口的 控制欲和操纵欲 爱本身没有错 错在哪里了呢 是因为它没有界限感和分寸感 从而呢 破坏了儿子 这个新生家庭的平衡和生长 其实当您觉得 对儿子处处不放心的时候 您可以反思一下 是您对自己的不自信呢 您知道为什么 您的儿子这么一味地站在儿媳那一边吗 因为他在您的保护下 生活了三十多年 他没有喘息的空间 当他遇到了一个 和他有着完全不同人生经历的女人 尤其是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以后 我相信他心里是怀揣了很大的期望 觉得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活 有了自己的空间 而且在刚才您儿子谈到 儿媳的坚强跟独立的时候 我听到的是 他其实对他的妻子 是充满了羡慕的 一个能够在社会上自己独立生存 打拼肯工作肯努力的人 他绝对不是一个 喜欢依靠别人好吃懒做的人 在成长的过程中 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被尊重的 母亲给儿子 都没有足够的尊重 没有尊重的话 怎么能够好好说话 我怎么能够感受到你对我的爱呢 还有这位先生 我想提醒一点的是什么呢 他可能不仅仅是来自于你父母 造成的一些矛盾 那只是一部分原因 你也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 如果一个女人 她不能够坚定地和你在一起生活 有一个正常的生活的话 有可能她在你身上没有找到她想要的那种感觉 小黄自己都承认 他身上有一个标签 叫做妈宝男 可是这个标签 是小黄自己心甘情愿去获取吗 妈宝男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本质是妈妈的需要 一个没有脱离妈妈的 叛逆的孩子 他其实很想长大 很想独立 但是因为妈妈的需要 他被塑造成了妈宝男 我个人认为小黄 他是没有被尊重的个体 妈妈 黄女士 你不会觉得儿子在婚前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儿子有些弱 所以你竭尽你所能去帮助儿子 去修复他的一些 可能人生当中存在的一些漏洞 可是儿子长大了 结婚了 你开始有不满 是源于媳妇进门之后 这一切在悄然发生变化了 我在想 为什么妈妈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求 恐怕是源于自己 对自己婚姻当中亲密关系的那种缺失 他把对男性更多的期盼 希望 渴求 投射到了孩子身上 所以小黄就要承载了很多很多 换一个角度上来说 另外一个女人 那就是小黄的妻子 他内心想去改变这个妈宝男的这个愿望 也是极其强烈的 他们内心也有很大的冲突 很强烈的这种控制欲望 希望把自己的丈夫塑造成一个可以摆脱妈妈 然后又不离开自己的这样一个男人 于是强势的儿媳和强势的婆婆在一起 我分明看到了小黄在两个格外有力量的女人当中被撕扯 所以我其实挺心疼这个妈宝男的 我看到你们家庭 一个焦虑 不安的妈妈 总是担心儿子出事 吃亏 于是竭尽所能去保护 明显缺乏了安全感 然后一个爸爸 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去挺身而出 去调停 去担当 遇到事情恐怕只能够是一走了之 能躲则躲 再加上一个不够独立 却又内心向往自由的儿子 这个家庭怎么会不出问题呢 黄女士 您可能不太允许自己的孩子有更多的变化 可是儿子小黄已经从原来的依赖 在慢慢地开始变得有想法 渴求独立 到最后希望能够摆脱父母的控制 您可能内心是抗拒这种变化的 您要明白这一点 就是父母越早放手 孩子才能够越早地获得幸福 你好好给我们说一下 妈妈 我现在我自己可以独立了 我不需要你们那个 你能接受吗 我能接受 但是你这个封印 百万之九十九都劝你 为什么 就是有原因在里面 我喜悟呢 就是还言还语很多很多 心言很多很多 因为出现好多好多事情出来 都是谎言黄女士 等会我老公上台 你给他说说听听他的意见 观察员们指出 母亲黄女士应该给儿子独立成长的空间 黄女士表示认同 但是对于儿子的婚姻走向 她仍然坚持初衷 这婚必须离 黄女士再次讲调 儿媳妇心眼多 谎话连篇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她还要求丈夫上场作证 那么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隐情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看到剧情发生极大的反转 黄女士指出 她之所以坚持要求儿子离婚 是因为她发现 儿妻和儿子结婚带有目的性 黄产带所有的都给她老婆管理 而一直在场下观望的黄先生 也来现场助妻子一臂之力 黄先生拿出厚厚的一叠证据 气氛地指出 儿子接二连三地 打起家里财产的主意 所有的黄女士都在那里 拿到她老婆那边去 甚至为了财产 儿子还对母亲大打出手 给她妈妈打架 然后你也过来了 都是她老婆指使的 所以说我一直反对这个婚姻 这种女人我是要不得 我们家里的一个定时炸弹 假话两片 骗话两点 他们就是认为 这段婚姻是充满欺骗的婚姻 他们认为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被我老婆所逼迫的 在皇家父母眼中 这个儿媳妇诡计多端 可是对于公共婆婆的指控 电话中儿媳妇 却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这个儿媳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而对于小黄来说 一边是父母的高压逼迫 我爸说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 另一边是妻子的最后通牒 被前后夹击的小黄 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挽救她的婚姻呢 我真的不知道除了这个办法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为什么你做了这些 你的婚姻依然岌岌可危呢 你忽略了重点 那么解开这个家庭矛盾的钥匙 究竟在哪 小黄最终能否守住自己的婚姻 明晚十点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敬请收看 婚姻中的自我成长 是生活的充实与满足 是自我感觉的提升 同时也是你和伴侣关系亲密的 这样一个情感羁绊 有心理学研究表明 如果在婚姻关系中 能够通过伴侣而感觉到自我提升 那么他们的关系会更加亲密 幸福感会更强 而且婚姻会维持得更持久 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金牌调节微信公众号 输入可持续度这四个字